是什么样的一首歌 经历一代代的传唱 陪伴一代代台湾人成长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 仍然不曾被遗忘 出生于西元1909年的李玲秋 是台湾流行歌谣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 望春风 是他25岁时在古居里写下的生涯代表作 台湾流行音乐兴起的时代背景 跟我们的政治是有相当的关联 因为我们受到了一族的统治 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期 我们的母语 我们的本土文化都是受压抑的 我们的这些所谓的抗日的这些志士们 他们主张对自己文化一定要保留 台湾流行音乐产生之后最成功的 当然就是手推望春风 这首歌一直到后来一直都是流传的 对不对 到现在都成为是我们土地文化经典歌曲之一 算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潮流 就是流声机的发明 带给台湾的文化也是一个契机 李玲秋在他国小毕业后 为了家庭生计 而在啤酒厂永乐座从事会计工作 因缘计会下 他转而负责戏院的影剧文宣 电影初期是以无声默片的方式呈现 现场会有一位解说员 在荧幕角落叙述剧情的内容 当时称为辩士 而李玲秋为电影广告歌曲写的词 造成了一股流行 因此被陈军玉研览至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担任作词的工作 从此展开他的创作人生 他所居住的大稻城 曾为1930年代 台湾流行歌谣的孕育之地 而他的住所就悄悄地隐身在 你或许不曾发现的平凡红庄屋中 台湾一般来的时候 我对祥年说去 我们应该在祥年是做美女 但是我们阿公跟保倫 跟辈書 所以宰赞红枯了了 我们阿嬷来扯淡天来 淡天来是我们阿嬷的阿姊 所以说我们阿嬷的老辈就是淡天来担任 来跟他说你一间叫我大 就是在金基地面的对面 其实他的那个故居所在的这个区域 他其实是日本时代是 陈天来的这个茶行 南清茶行 所以后来是他临接西陵北屋 这一边的巷子这一边 他分割成很多的这个殿屋 这家副军事这些都做台湾的台湾 从1845年就开始做台湾了 这条我们现在有几个鸡 他们叫建穹鸡 建穹鸡是什么 老民团时代 帮救林家 还有这个李存生 两个做一间公司 叫建穹公司 那时候淡水河 大车准 准备可以进来 我担任这边是村库 整个过这边 建穹这边是办公室 他就建一些办公室 做外国人 这边台湾最发达的电池就在吃 米春新高中 应该是电信局 从庄文明老师的千秋电污 一路过来 就大道成这边传统的电污特色 四株三窗的专木构造的一个特色 所以在里面 我们有看到七里安石的这个隔间 那也有红砖的 然后还有竹边泥墙的这个隔间 然后山木隔间 然后有半楼 有些我们说的隔楼 他这个牛都菜 可能隔一月的厨 只有四季条是长的而已 那村也都菜 所以你在家里有 炒好有的 有的谈性在这里 它会测不测 李林秋先生他的职 完全能够掌握了 人民的生活的现象 非常的常文化 所以在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之下 这样子的又是一个创新的 一种文化产物 自然而然就得到了 台湾知识分子 我们本土的知识分子 心里的共鸣 所以这样子的音乐 就很快就散开来了 我如果要在写的 他写到的时候 他写到有三个要点 好像三个要点 头这个冬的 金星亚情 是比较不准打断的 算是冷革 第二个 像是喝酒 像是喝酒喝下去 冷革才会涉 像是用喝酒喝下去 比较会散开 雅来湖如果拼到 就像在咬到那样 所以他要冲着就杀掉了 就是 亲眼 烧酒 雅来湖 这酒咬到怎么最好呢 有这个粉味 还有酒香 这样在咬 已经感觉比较快 雅来湖 只有多虚拟实境的做法 因为雅来湖说 晚上才能开 酒咬到晚上才能开 酒咬到你尝不开 英国桌才说 我们外面要喝酒 我们外面那些 都要去酒咬 他说 如果没有酒咬 不是难免 发表于1933年的望春风 李灵秋借此歌 鼓励女性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三分雅 七分俗的歌词 让作品广泛流传 因此有了 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礼词的美誉 但在李灵秋夫妻相继离世 儿女们也因成家立业 纷纷离开家中 老宅过去 因为家族成员的债务问题 造成这位台湾历史重要 做此家的故居 在2020年 面临被法拍的危机 李灵秋故居 2009年被公告为历史建筑 但产权有19人 因为家族第三代发生债务问题 建物在8号遭法院拍卖 当时我们兄弟在那里 我六分之一 所以当年发牌时 我想发牌到第三牌 再来买就好了 第三牌再来买就好了 所以我当时刷第三牌 结果发牌头一牌时 人们就打架去 3千4百20万 所以我当时就 当年发牌头说 我要放棄 他记得如果要在这间厨 厨给他 我里面文字都拔出来 拔来百间 百里面 我另外重新开中 就好了 但是文化中 都说你不能这样 这样做的时候 就没有原汁原味的味道 我就说 这样你就要 把我捏下去 当初参与这个 故居的保存的契机 因为我们在大道城 其实大家都很熟 所以跟修建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 就已经有认识了 那老师当时也来找过我 询问过我一些 专业的意见 那我也鼓励老师说 对 我们应该把它不要下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契机 老师后来就 行驶了优先购买群嘛 从法院那边就 把牌买回来以后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修复 跟再利用的这个计划 面对高价法拍 又破损的故居 李修建没有放弃 靠自己的力量 守护与爸爸生活过的老房子 和补破王的意境相呼应着 因为老师已经花了三千多万去买一楼 那个真的是天价 所以没有钱修理 那还好文化局也协助李老师 就拿到了中央的补助 再加上文化局自己也补助他们 很幸运的就是说 这一项一项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 上一次的修复 在文字法上它是属于紧急墙修 我们大概主要是 除了刚刚楼梯的这个踏板 那屋顶的房子 屋顶的漏水 然后再加上一些紧急的这个安全支撑 那在这一次其实我们要做大规模的 这个整修里面 我想在这一次碰到的困难 主要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怎么修旧如旧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二楼的这个部分 保持完整的 一楼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具有特色的会还原回来 所以这一个修的部分 修旧如旧的这个部分 是很有问题 但是我们会加一些新的设施进去 包括钢骨的这个结构补墙 这个部分我们会加电梯 跟无障碍厕所 这一些再利用的这个必要设施 这个新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加进去 符合它未来的这个旅渐秋纪念馆的使用的这个机能 说到这个要怎么修用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来回去跟我们老板最早的时候 他留一个idea是怎样的 他说我们一般新人就是新出道的人 没有机会没有那个舞台没有平台 他会发表他作品 所以那就是说老板要做什么 公共艺术标演空间 要做这个堵烂的意义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老板他冲组的足迹 跟国际不同的座宅 他有华丛业 我们的方知音老师 谢家珍老师 会来演奏我们的林秋老师 经典的一些歌曲 给大家欣赏一下 为了完成父亲延续创作文化的愿望 未来故居一楼将规划成咖啡厅 以及给予新人发表创作的小舞台 二楼将维持展览李林秋的生活文物 以及手稿 三楼则规划为导览志工的休息室 及办公室 我们其实会看的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这一边慢慢的 李林秋故居起来 陈天来故居起来 慢慢的我们把西陵北路这一边 开始就整个让它非常的有故事 然后把它还原历史的场域 其实这边非常有历史 你如果了解你自己的土地 你就会爱你自己的文化 所以你如果对这 每一寸土地要留在历史故事 就处理我 在故居的保存 与建筑的修复 文物的展示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块 李修建的母亲擅长保存物品 从李林秋的手稿 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 都保存得相当完整 让现今一代的人们 可以借由这些文物 看见曾经的记忆 这只鱼 这只鱼 让李林秋做鱼 我们小时候这只鱼不太多 我们老婆没在家 也是不太多 我现在坐的这只 坐在一边 因为我最小了 最疼才可以坐一边 我那时候 他也是一个 本来我们兄弟在那里 有个人说 不然听起来 起来比较大 惯了 这个价格 我自己反对说 不可以 这个要保留 因为我们老婆那时候 他在世的时候就说 文化的东西 就要保留 你如果卡住就不去 如果钱 钱又贪就有了 这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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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谣始终存在着记忆 当这抹春风 不过大稻辰 数耳倾听 百年后的我们 依旧能听见 那个时代的行声